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佳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 以一经 风水 宗教修行 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 已经有40年的时间 在这一段岁月以来 师父慈悲 以社会服务 还有许许多多的一经风水的教育 广结善缘 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 有好多好多精彩的人生故事 同时也就是有许许多多的闲事同修 还有社会贤达 专业人士 一起来建构出维新圣教丰富的文化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冯甲大学金融硕士在职学位学成绩 金融博士学位学成的主任 张苍耀主任 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来分享他个人的这些人生经验 很重要的这些学习历程 一起来欢迎他 好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 本我们学校的一个介绍 你好 我是冯甲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教授 那现这一段是资源 金融硕士在职学位学成 与博士学位学成的主任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个维新电视台 跟大家见面 那我想其实老师您也是在家庭当中 也是身为人父人母这样子 也是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用到智慧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您是可以来分享您个人的这个人生的经验 首先想要请教您的是 在金融的这个领域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进入这个领域 这个说起来话长 这个其实我小时候是不喜欢读书 都喜欢玩 这个因为我家是唯一的单身一个 就独子 其他都是姐姐妹妹 所以小时候很调皮 责任重大的 对 责任重大的 然后大家最重要是因为在人生旅程里面遇到贵人 每个地方都有去贵人相助 然后才有今天的成就 其实我大学本科不是念金融 本身念财政税收 然后这个因为父亲希望我去当公务人员 那唯一能够当公务人员就是财政系嘛 那大学毕业以后呢 当兵回来 然后就工作两年后呢 发掘人生 就是其实本身个性的问题嘛 比较浮动 就像有点类似像易经所说 易要变就很会变 心里想要变动自己 然后后来就到美国去念了NBA硕士 然后念完硕士以后呢 又想说是要不要留在美国啊 因为那时候父亲刚好生病 所以我就知道 就是想不行 我还是得要回来 那但是我还是后来又在美国吧 那个博士念完 那博士念完结果念了经济博士 所以我从大学硕士到博士 不同的经历 然后在美国 我算是后来越念越快 这个大学念了四年半 硕士念了三年 博士念了两年半 越难了念越快怎么回事 刚刚跟他颠倒我也是不一样 祖德流芳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说 然后后来就是 有机会就在1995年 民国84年 而也回到宏寨大学教书 那教到现在已经27年 真的27年了 然后原来在经济系 然后后来经济系 待了11年以后 心又浮动了 开始又变 又转到采定系来 对 就在采定系 大概从2005年到现在 那我一直在05年到11年 6年财经系系主任 然后后来就是11年下来到美国去访问 美国访问以后呢 又到大陆去访问 然后来就又经过7年8年以后呢 在2019年 又接了现在的这个金融学的金融硕士 在职学位学生 以博士班学位学生的主任 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年了 这样子 就是因为 就是在变动 不是啊 我想就可能因为 我们知道 意者变也 对不对 你如果不去变 环境变 你也要变 所以 就像我们的课程的 这个变动 也是也是这样 我本身的学习也变动 环境变 我们就要跟着变动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设计的课程 也会跟着变动 比如说包括我人生的一些 那个学理 比如说理 什么东西 我也跟学院讲说 你如果不懂了去改变自己 去适应这个环境变化 这个社会就会淘汰你 所以 意 变 这非常重要 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那我想回到我们的学校的这个细所来讲 其实在这一年里面 相信是有所改变 因为不管是您刚才提到的 三个最大的变动因素 其中一个就是疫情 那去年的疫情的状态 非常严峻 一直到今年相对的来讲 是有比较开放了 那学校这方面做了哪些改变 做了哪些准备 准备要开始好好的来进行发展 其实环境在变化 其实不管环境怎么变 你还是得必须要因应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几年 这个财商大局 从东西拉到 从各地方撤回台湾 对 那根据数据 想要有将近1.5兆的金额回来 那这种情况而且尤其这个企业 他在外面打拼 已经年纪大了 他接下来就怎样 要交给第二代 所以目前现在整个大环境的变化 你们就第一个就是企业传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 那个COP26在今年的事业 还有今年COP26 就是联合国丹举办了一些汽油变迁的 因应问题的一些会议 那环境变化 为什么会造成 这个全球暖化 跟那个温室排放 夏威夷火山爆发了等等 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 造成大量的碳排放 那碳排放 那怎么去减碳 变成是未来一个目标 所以2050年 要怎么达到碳中和 然后中国大是60 印度是70 那台湾也是2050 那这些都是议题 这些像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这些环境的议题 也是变成一个热媒体 所以我们冯小大学 这个金融硕士跟博社 我们也因为因应这个环境 我们也就是 create了很多课程 我们的课程设计是移动式的 移动式的 对 比如说我们在前阵子的 金融大数据 我们也加进来 我们前阵子校长 李比典校长讲过 冯甲大爷有财务金融系 台大爷有财务金融系 领冬也财务金融系 静益也财务金融系 那你怎么生存 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你课程 必要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设计课程 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会因应环境变化 所以我们有金融大数据课程 我们有这个所谓的 刚刚提到的 在下一期要开绿色金融 那甚至我们有一个 叫做ESG的课程 ESG说Environment Society跟Government 就是环境社会跟治理 这些都是热门议题 我们也因应环境变化 加入这个课程 那我们甚至可能会跟这个机构 办这个所谓证照 甚至我们也可能在一月的时候 为北上跟明转大学做合作 就是跟那个Microsoft 就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因应 就是因为2023年 所有台湾出口到欧洲的产品 都要刻碳关税 所以你必要去算你的碳足迹多少 等等这些 那足迹 碳足迹每一顿多少多少钱 那每个企业的不一样 从生产到消费 它所排放之后的碳足迹是不一样 怎么算那个 我们讲准备设计一个平台 然后有一个软体 然后根据你不同产业 我们设计不同的factor 哪些因素是影响到你的碳足迹 丢进去 它就帮你算出来说 你应该缴多少碳税 而不是在 变人家 变人家课那个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将来 要引进课程里面的一个 一个未来的方向 所以真的是与时俱进 就是根据了社会的变化 种种脉动 来调整我们的课程 排课跟这个授课老师的安排 应该很困难 我们都可以通过台北找高手来 是是是 真的是 当然必须要自己学习 像你看企业传承的 这个我最近可能就是 112年的上月节要开 就明年9月开 现在也必须得准备 企业传承 企业传承很简单 不简单 企业传承不是只有 营医事业组织 包括非营医事业组织 我刚刚也跟你们 前前事业讲 传承不是只有营医事业组织 还包括非营医事业组织 包括比如说你们 微信电视台 师傅 对不对 我们不是讲说他老了没用 是因为他可能 他年纪大的体力不行 他可能必必就交给他 的那个下面的徒弟 对不对 那比如像活光山也是一样 对不对 比如像冯甲大学 我们冯甲大学也是一样 从一个校长再交一个校长 那我们的董事长也年纪大了 也准备要 一个自然的传承 自然的传承 那这个传承是每每每每 很多要学的 那这东西也是热门议题 其实在欧美西方世界里面 很多的传承 他们都有些传承 就是他会很多方法 比如我生一个基金 比如我生一个基金 比如我公司 比如我们有一个公司 姓大自卑 我不要讲哪家 你股票 董事长传给儿子 如果生两个儿子 一人一半 再生分四个 再生那股票 就股钱就分占了 这公司很快就被人吃掉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成立一个基金 把这个股 股票集中在一个基金里面 下面的子孙子 透过赚钱去拿这个钱 所以我们股钱 因为在你这个家族里面 就会一直传承下去 那因为你股票一直伸 一直纷纷纷纷纷下去 最后你的公司就被稀释了 那稀释你就稀就没了 所以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方法 但这是很多妹妹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这只大于讲一个概况而已 对对对 那当然包括你们的 非尼西组织也一样 很多的传承不一样 这都是一个学问 但是也都是我们这个科系 涉及的领域 我们将来要走这个方向 也就是我们环境变化 我们都会跟着变 因为你学生 就像我常跟学生讲说 你可能有那个证照 ESG证照 以前是什么其他的什么股票 什么证件 那个证照 现在不一样 现在还有ESG证照 这个证照拿到以后 你到企业上班 薪水制造多一万五以上 那当然这次就我们必须 要帮学生去准备 让他去试着去考这个证照 让我们冯甲大学 也开了这种证照班 不便宜 一堂课就一门ESG 然后上市周 四万六 不便宜 还不少人报名 每次的八十个人报名 对啊 就这样 八十个人报名 对啊 已经半年三期了 对啊 大家就想考证照 这个证照对它 细节的话 那真的是需要一个很 蛮大的一个智慧 对 那我想请教您的 就是说 在这些学生们身上呢 我们具备有这样子一个能量之后 那我们实际的到社会上面去结合 比如说在产观学方面 我们就是到了企业这边去 真正的去run的时候呢 有没有一些反馈 或者是一些反应回来的一些 比如说问题点呢 还是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 您可以帮我们 其实我们课程 因为我们每年都会 问老师都没有新增课程 像我 我去年就新增绿色金融嘛 那为什么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的这个项目里面 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这也是学问啊 听起来就知道 你要考虑一下 你的绿色金融 里面怎么把资金去 去分配 对不对 像我产业投资到 比较污染的产业 对不对 那投资到比较干净的产业 那retain 那报酬就不一样 的确欧美国家 很多国家 他们已经算出来说 我这个基金 对不对 像绿色债件 我去投资以后 我的报酬 比传统债件来得高 因为毕竟大家 现在就是变成 不再是以私人利益为主 而是以社会的利益 社会利益为主 是 当你考虑到社会利益的时候 你的成本就会稍微往上 但是这个往上 其实你的利率 你的利率也跟得上去 所以现在大家已经慢慢开 思路开了 也不会再考虑自己 也会考虑到社会环境 因为这个社会不存在 这个地球不存在 你也不存在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考大环境 所以一个个人跟社会 还有跟整个大环境的 其实是有慢慢的 这个距离就拉近了 对 这是不可能分开的 所以我们就 因为透过常常跟业界 还有跟台北一些人 还有跟国外学者 常会接触 所以他们就变化 我们就跟得选 对 那我们 比如我们最近 我们也在做一个 叫能源分散奉献指数 我准备要变一个指数 那这个必须要点经费 那这个 因为讲会牵着很多问题 我就不讲了 那这个东西 就很重要 因为国外已经有人在编了 这能源风散指数 就是说 我现在能源到底要使用多少 这个能源 使用多少这个能源 会不会 因为某个能源 它造成的碳排放污染很高 你怎么把它下降 你分一下 像美国 它有九种的那个能源使用 比如这个太阳能 水力 风力 核能 还有这些生物的 这个等等 它就会算它使用率 然后就算出它一个 能源风散指数 那我跟台湾经济部能源局谈过 他们竟然没有这个这个指数 我不知道为什么 搞不清楚 所以我就不批评了 然后他们说他们有能源集中指数 我就笑说 你要能源集中指数有什么用 我只是没有讲那个那一字而已 那他们说他也觉得如何 但是他毕竟那是小资源 他也没办法讲什么 我说没关系 我们合作 我们可以帮你编这个指数 那我们现在朝这个方向 我自己弄了一个计划 要怎么去编这个指数 你今天总是可以走在政府的前面 而且我知道怎么弄 对 因为我也是跟国外学的 因为的确国外有 它有很多的指数 很多算那个指数 怎么有个公式 那我们就取最适合台湾的那个 来算这个台湾的能源 风险风散指数到底 它有点类似出口风险 出口风险 出口的产品的风险风险指数 有点类似一样 只不过是我们把它考虑到能源使用 那有些是用这个产品输出国家不同 你不能是集中在一个国家 对不对 就像不可能把所有机段 丢到一个篮子 要怎么把蛋放在好几个篮子 适合的分配 同样道理也一样 能源也是一样 这样子 所以目前台湾就是因为 还是比较那个煤炭还是用太多 这个造成很多问题 这是台中市民最有感的 对对对 这个四个火力发电厂 前阵的COP26那个高 美国前高的总统 说我们这个四个火力发电厂 竟然是在世界前排名 放出了碳排王的最污染最多的 前排前面 台湾那么小竟然排前面 那真的是在 需要证实 他们问这个问题 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出财政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 老师们拥有很宽广的一些 接触的视野和范围的时候 就能够往下带动学生 更有国际观 那请教老师 就是在我们的系所里面 在这样的学位学程里面 我们在课程里面的安排 有没有跟国内国外的一些 平台接轨 或者是校级之间 老师之间的一个 像视讯其实现在用很多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对我们安排多少这样的比例 然后让我们的学生 可以更加的国际化一点 我们因为我是教育部双鱼教学委员 所以我们校长也很像听说 新校长也有可能有意义 我不知道消息不知道考不考 明年也可能会 某些课程必须要用双鱼教学 要连接国际 其实我们学校已经有一个国际学院 那我们有双鱼的课程 比如说在台湾练两年 国际练两年 比如我们有MIT 还有澳洲的Morish大学 还有Santa Barbara 美国的三个四个 就是双鱼学位这样 那其他的学院的话 就可能就是必须 某些课程他有某个比例 他用英文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聘的老师 都是要能够用英文上课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interview的时候 就必须要让他去用英文 去教学来试教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是 我主攻东欧 我跟东欧国家 东欧就比如罗马尼亚 然后还有波兰 那这样子 那未来那 未来那个他们会派学者过来 我们有签了一个 Elizabeth Agreement 这个企业是欧盟 给东欧国家大学 面向世界 然后跟他 比如说罗马尼亚的 一个国立政策大学 跟我们冯甲签了一个 一个合约 那欧盟出钱给这个学校 两个学校 两兆学校的老师 有三个老师 三个学生 每年的交流 全部是欧盟出钱的 那我们因为这两年 因为疫情关系 其实我们这个已经签了三年 就是卡在疫情 没办法出动 动差不多 对 那冰年可能会派人过去这样 那我们的课程里面 设计有企业参访 原来是一地教学 那本来是要去罗马尼亚 但因为时间太长了 所以我们可能这次会拉到 日本东京去企业参访 这样 所以那我们博士班 硕士班都有这个课程 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还是别人家出去走走看看这样子 那我们也会可能 未来会引进一些国外的交换学者 来帮我们授可 今天在我们录影日期是12月的22号 对 那其实在这个岁末年中的这个时间 有很多学生们一直在准备着明年的 这个种种自己的规划 那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细索方面这里 最靠近现在的一个招生的一个 其实我们经济硕士在职学会人 是从11月就开始报名 到明年就是2023年 就2月44号 那我们有32位的名额 那我们原来是金融保险两组 现在把合并 合并以后呢 我们就是六个必修 四个血修 刚好十科 三十个学分 那我们前任校长有建议说 我们可以用一条龙的 比如说硕士两年 接下来博士在联系上就变二加三五年 所以我就会鼓励学生说 你你如果在业界已经待个十几年了 那你就利用这个周末 因为我们课程都在周末 而且我们的 六日这样 对 尤其我们博士学会人是隔桌上 因为有些人从台北 从高雄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隔着上 所以你如果能够二加三五年 拿个博士硕士 这是划得来 划得来 对 而且我们的金融学院的师师 大家都年轻 普遍年轻 像我们原来讲四十几岁 对 年轻有 你也是 那我六十了 我数老虎了 对 所以我们的老师都平静 都很年轻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 由年轻老师来代化 会比较有活力 所以你如果能够硕士 博士一起来 二加三五年 非常好 正成熟的时候 就是您看过 就是这些孩子们 年轻没有看到了 那个时候的 当代的情况 那刚好 大家的年纪 师长们的年纪 又是可以跟这些年轻人 又还没有距离太远 所以有些经验 都可以作为这些年轻人的 一些借禁 提早告诉你 哪些地方要防范 哪些地方是可以去做的 对 应对进退更加有据 对对对 对对对 那这些 二月十四号是截止 截止日 对对 截止日 那现在其实都可以随时 随时去报名 就要早点报名 因为早点报名 我们我老实跟你讲 是先报的 我们都会先 先那个 对对 是 对 表示说你有那个心嘛 对不对 其实任何东西 你只好那个心 都可以学 就像你们唯心恋载 唯心 对不对 为什么要心 对不对 就像基督教里面 有个句话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而保守一切 因为你一生的果效 皆由兴起 你没有那个心来念 真的很难 你有这个心 很多都很简单 在事物的认真利益 对 值得很学习 对 从你的报名的这些内容 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 有心的程度到哪里 那当然 唯心圣教学院呢 唯心圣教应用益经研究所 就是要发挥益经变的这个本质 那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广结 各行各业 那不管益经能够用在 譬如说三一命补项等等 或者是我们各种行业 在各个关键期间 或者是您的这些种种的 像投资 应对 进退等等 都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实用性相当高的 在唯心圣教40年 所有的累积里面 每一个都是真实的 生活案例的正道 也非常欢迎各界的专业人士 一起来投入 唯心圣教学院的 种种的这些学制学程里面 那也希望呢 冯甲大学金融学系这一边 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 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那尤其呢 花一点时间来官网上面 浏览一下 对关注一下学校 那有任何的问题 相信老师们都会 非常愿意 非常完整的来提供解答 那我再插播一下广告 除了我们金融硕士学学生 在2月14号截止以外 我们金融博士也在很快 这个事业要开始 要招了 那其实你们 维新的学院硕士班 我知道你们成立硕士班 是的 将来也可以 如果毕业想念博士 也会过来 这边传承 就是衔接上去 蛮好的 对啊 对啊 而且我们是用周末上课 应该不会影响到你上班时间 对啊 所以将来可以 期待大家双方的交流 对合作 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张主任 谢谢 非常感谢分享 谢谢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在这个时候参与我们 先佛在我家 希望每一集的来宾 他们个人的经验分享 都可以带给我们更多 勇气 智慧与信心 来面对美好的明天 先佛在我家祝福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